螢幕沒有噴到 我前面沒有噴到螢幕 要幫妳拿嗎? 我剩這個 來 這台是多少西醫素啊? 這台 你這台 三千五的 三千的汽油 三千汽油T6 三千汽油 對啊 它前面螢幕沒有亮 如果有一場就用錄影的也沒關係 都行 可以了 好 來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車款 是Volvo XC90的一代 這一台的話是三千CC的V6汽油引擎 所以它的後面的避震器 之前也有介紹過好幾次了 跟一般的避震器不太一樣 它有一個專利的自己的抑壓系統 就是行駛的一小段 之後會把後面的一個避震器 會有一個舉聲 這個是後面的桶聲 這很特別 但是我等一下要先介紹前面 這個是後面專利的設計 各位可以猜看看 這個一支Volvo原廠的爆竊 大概多少錢 非常非常貴 比一組KT的避震器 還要貴一點點 所以這個後面的避震器 如果這個 它有特殊需求的話當然 因為像這台車已經使用了十二萬五千公里 後面的有一支 這支已經漏油而且損壞得滿嚴重 已經完全沒有阻震的效果 那待會的話也會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像這樣很特別的懸吊系統 它的阻尼的下壓跟回彈的一個阻尼數據 實測之後大概是多少 可以跟一些專業的人士來做一下數據的分享 好 那我們先來看前方好了 因為前方的話 我們師傅有特別組裝一個 然後要來跟各位來做解說 這一台車的前面懸吊系統 雖然是賣花層 可是它的前面懸吊系統很特別 來我現在轉動 這個是軸層 它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而且不只斜度 像在Camry的八代 或者是Camry的五代 還有一些車款 它前面上座都像這樣子有斜度 可是這台XC90 它不僅僅只有斜度 而且它有一個特殊的弧度 所以如果沒有沿用原廠的話 它在轉向的時候特別容易有聲音 所以這台車 我們在設計當時 就會打一個 特殊的彈筒 來砍住 來砍住這個下方 上座下方這個下進 跟原廠做一樣 然後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這樣的 它的壽命會跟原廠一樣長 而且轉向的時候 幾乎就沒有因應的狀況 那這台車的上座 像這個 這個為什麼會轉動 因為裡面有一個培鈴 有一個軸層 所以這個軸層 還有這個上座的橡皮 這些零件都分別是一個消耗品 那這台車也使用十二萬五千公里的 所以一併做鈦換的話 不知道也沒有把它拆開了 但是就算沒有壞掉 其實也壽命也差不多 到了改鈦換的時候 因為像這個上座 如果沒有 我們之前有遇過幾台 這個上座的橡皮 已經完全到工廠裡面 已經是脫落的狀況 那這個在行駛間的話 其實就有一個 預防性更換的必要性 因為這個上座 如果跟上座橡皮已經脫離的時候 它定位的角度一定會有異常 而且會有非常大的聲音 那如果在彎道當中 剛好它脫離的話 其實如果速度比較快 就有可能會有失控的風險 所以這個做一個預防性的更換 一定是好事 好 那需要更換哪些的零件 我們特別 把KT的避震器跟原廠上座的零件 做組合之後 分別有三樣零件 第一個 它有上座 它的上座跟軸承是在一體的 所以有些車款是分開的 有些是做一體的 這台車的上座跟軸承是一體的 然後上方的話有一個墊片 下方的話有一個彈簧座 那我有請我們小幫手幫經理 大概這些零件的價錢 整理好之後跟各位來做一下分享 來這個上座的墊片的話 這個是1050 這個是這個的價錢 然後上座 鐵盤還有含軸承 是這一個零件價格 這個是5400元 上座的橡皮是3200元 這個價錢7000 8000 這個應該是兩個吧 反正一台車像這些零件 大概就9000到1萬塊左右 所以如果你的里程數比較多的話 經理會建議一併做汰換 裝上車就像這個樣子 它一樣有軸承 一樣有斜度 這個都是正常的一個規格 所以它就可以再使用一段的里程 不需要在沿用原廠上座 用了可能大概1萬公里 2萬公里 萬一有上座壞掉 那不需要再拆裝一次 還得要再重新定位一次 所以建議如果里程數偏高的話 就建議在汰換避震器的時候 一起把它做汰換 那這個狀況不僅僅是 換了KT的避震器 如果你一樣是要做原廠維修的時候 也建議用這樣的做法 好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前面的避震器交給祭司 祭司要準備來做組裝 我來介紹後面 有問題 請提問 那如果高頻區有什麼車種可以提供試乘 高頻區的話 要跟Camry比較像 Camry喔 Camry的話 經理自己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就有Camry六代耶 如果有來台中的話很歡迎 因為假設了 我們今天是XC90的車主 那想要來做試乘的話 其實這個車比較少 經理也不太有辦法安排一樣的車款 來給各位的試乘 那如果剛才有一樣的話 像最近好多人在詢問CRV的五代 我們在中部的武器車 北區的椰大廠那邊 分別就有這個CRV五代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各位來試乘 Camry的話 工廠 KT工廠在台中 台中就有了 那南部的話 我記得台南有一台Civic八代 然後在高雄市的泳翼 泳翼是在人舞 人舞國道10號下方 那邊的話應該有一台Lancer 那這兩台車款 就能當個參考啦 跟Camry 因為Camry本來就是很舒適啊 所以我們工廠裡面的Camry 改裝方式 也會比較類似休旅車 它沒有改得很進氣化 沒有改得很運動化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要到永逸市城 可以直接跟永逸聯絡 那如果不曉得聯絡方式的話 可以詢問一下我們小編 好 沒有其他問題我繼續直播囉 好 那後面的部分 避震器的話 算是這台車介紹的重點 避震器損壞最經典的樣子 就是它的阻鈴是完全失效的 這個阻鈴壓下去 而且 來大家看看這個聲音這麼大 覺得有可能在車上會有一正常 這個在車上就會有很蠻嚴重的異音 它遇到坑洞就是 口口口不斷的作動 那正常避震器我們下壓跟回彈 它會有一個阻力 這個剛剛一下壓就完全沒有阻力的 而且這個漏油已經 從外觀上就看得出來蠻嚴重的 一般附桶的避震器其實 不太有辦法 從外觀來辨識它的一個漏油的狀況 因為原廠避震器的結構 通常是附桶的 我們在外桶裡面還有一個桶聲 所以當它有損壞的時候 在外觀上並不太看得出來有漏油 有一個最經典的影片經理有放在YouTube裡面 是納智傑的M7 那一台車的後面避震器損壞的 很多車油都已經壞掉了 那個狀況的話比這個更嚴重 那個是完全可以用手壓 用手指頭壓就可以壓得下去 而且完全沒有阻力就可以回彈上來 那個的話就是外觀也看不出來 可是在車上坐的時候 可以看到 從後面的車可以看到前面的車就好像這樣子 它沒有辦法 新附助彈簧的晃動 這個就是最經典避震器損壞的樣子 那這個 這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後面的哪一邊 這個損壞的比較嚴重 好 那今天有一個實驗性的一個做法 把這個後面的避震器 我想要了解看看 新品的時候原廠喔 都一樣原廠 來做一個比較 新品時候的原廠的阻鈴 所謂的阻鈴 T值就是指這個下壓的力道 C值 回彈的話就是T值 那這個的CT值使用了12萬5000公里左右 它的數據分別是大概 每秒0.3公尺的時候 是大概300 下壓也是300 回彈的話 T值也是300 所以它的一個主名算是比較大 那也大概符合經理剛剛對這種懸吊的預期 因為會預估它的主名值的話 會跟幾個東西有關係 第一個 這台車是日系車還是歐系車 如果一樣是歐系車的話 它的主名就會做得比較強一點點 那後方的懸吊系統也不太一樣喔 像是這個桶聲它的行程比較短 所以它的主名值就會做得比較大 或者是說 它的車重比較重 主名值就會做得比較重 所以這台車大概2000多公斤 後方的懸吊系統 加上它彈簧 這個彈簧後面很粗位 這是後面的彈簧 大概10來公斤 10幾公斤 所以它的T值值就大概300左右 我有把它翻拍下來檔案 如果有業內的話想要了解這台車 因為這台車比較少 很多業內都沒有開發 那我可以跟各位來做分享 它的C值的話 每秒0.2公尺的時候是285公斤 T值的話是307公斤 這個的話一般車主用不到這些數據 那如果有剛好也是做避震器的業內的話 可以了解一下這個數據 來開發這台車的車款 各位就不用再重測 但是剛剛所提供的數據 是使用了12萬5千公里 一定有部分的衰退值 好那我們來看看後面裝上去的樣子 它本來後方的話是一個大彈簧 那我們把它改成有一個轉接座的方式 轉成180場12公斤的規格 它變成一個直捲的規格 它彈簧下座的地方在這裡 它原廠的設計是這個大彈簧 這個有一個彈簧拖架 但是改裝之後 我們要為了這台車有可能 因為這個是大型的休禮車 有可能後方大幅的載重 有可能載了300公斤 400公斤 好那如果你是經常性的載重 也可以告訴我們小編 告訴我們的店家 告訴經理 你經常性的載重的話 我們會把後方的彈簧的公斤數 把它用高一點點 現在是12公斤 大概載個300公斤 350公斤都還行 那如果你把它當貨車用的話 要載更高的公斤數也不是不行 我們要把這個後方的彈簧 把它的公斤數把它拉高 就可以做一個大幅的載重 好那這台車拆裝的時候 比較後面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我看師傅有沒有復原 如果復原的話 可能就拍不太到 等一下 你的鏡頭給我了 你的鏡頭給我 我來拍 好這個後座 它的拆裝避震器 是在第三排椅子的下方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拆開之後 它的避震器的調整 跟拆裝 都是在這個地方 好 來這個有三排椅子 好這個是後面的介紹 後面的話 拆裝比較 跟一般的避震器比較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師傅拆裝 這台很多次了 所以拆裝的時間還蠻 還蠻短的蠻快的 好 換來介紹前面 前面除了沿用原廠上座 比較特別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 不太一樣的是 這條彈簧 是KT為了XC90 這台車 這個車那麼冷門 KT也做一個專用的彈簧 我們前方的彈簧 打了一條225長 10公斤的規格 那有可能會覺得 這台車10公斤會不會太跳 其實不太會 因為這台車的車重還蠻重的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 賣花層 配上10公斤的話 算是剛好 而且前面的話 為了要保留 它一部分的舒適度 為什麼要保留舒適度 因為這台車是大型的休旅車 有可能你後方承載的是 家人小朋友 那總不可能會做得太熱血 所以我們打了一條10公斤的彈簧 讓它的一個乘坐的舒適感 會更好 這個也不是直捲的 這個是上大 上面大的話是剛好 砍住它原廠的一個拖架 下方在這裡 所以它的 不是直捲式的 它的坐動起來的順暢度 也會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裡有一些小細節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架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它的下座的話還蠻簡單的 調整車高的話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麥花城的話 其他車款也都一樣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敲鬆之後 如果桶燈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縮短的話就變低 好 那換前方介紹 來前面的話 這顆引擎 3000cc汽油 這台車我們之前也有做過柴油的 這個是上座 上座的話已經換新品了 那在上座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來調整 前面的軟硬度的 往H 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那副架 還有增加這邊的軟硬度 左右邊記得要對稱 左邊跟右邊的段數要對稱 那後方跟前方的話 可以依照個人的需求 做出落差也沒有關係 好 那以上是今天 XC90的安裝直播分享 這台車對避震器的介紹 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它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前面上座 後面桶生 如果 我們也會把這段影片 放在YouTube裡面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想要試乘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沒有問題了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